翻外八 梁烟听完陆凌成最后说的那句话 刚刚还趾高气昂的气势 瞬间就像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 别了 陆凌成 等你过来 拜拜 他挂了电话 梁烟握着手机欲哭无泪啊 差点就想立刻冲下飞机不去了 可是舱门已经关闭了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着 咻的一下 冲上云霄 陆凌成挂完电话 笑了笑 把手机交还给编导 重新到厨房包包子去了 梁烟到的时候是下午 跟节目组接机的人碰了面 然后去了当地一家酒店 明天早上一早 和另外三个妻子搭车 一起去山里的庄园 梁烟到的时候 另外三个妻子也已经到了 几个人一起在摄影棚里 录了好几期 都很熟悉 一想到呀 明天要去见老公 就很兴奋 几个人里 梁烟带了儿子趴趴 叶苏带了儿子季小宝 王浩然妻子杨威 带了女儿小葡萄 吴磊和他的妻子 两个人还没有孩子 据说呀 正在备孕 几个人在酒店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 准时搭节目组的小钟巴 就去了山里的庄园 梁烟跟节目组提前商量好了 不要拍啪啪正脸的大特写 然后又给啪啪搞了一顶萌萌哒的 渔夫帽带在头上 母子俩坐上小钟巴 朝着陆凌晨的根据地进发 另一边 农庄里早上八点 丈夫的新世界 节目收尾直播正式开始 观众们准时蹲守在直播间 直播画面一打开 就看到农庄里四个男人 早已蹲守在农庄门口 期待的看向公路镜头 眼巴巴的盼长 就连一向高冷的陆凌晨 也默默加入了叛妻大队 另外三个男人蹲在一起 活像四尊望七十 直播间观众都被这个画面给逗乐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四个男人望远欲穿 节目组的人呢 只说早上会到 没有说具体时间 于是这几个男人早上六点 就起床开始等了 生怕错过迎接呀 四个人等成了四尊十项的画面 又心酸又好笑 哈哈哈哈 这是有多期待呀 你瞧陆凌晨那个七空的样子 表面最淡定 其实啊 来得最早 等得最久的人就是他 夏天那么长时间啊 肯定想媳妇想疯了 直播间里一片欢声笑语 农庄院子里是个男人 只有望远欲穿的等着 终于 早上九点 盘山公路的尽头 出现了一辆甲壳虫一样的中巴车 等累了打哈欠的吴磊 最先看到那辆中巴车 顿时一个机灵啊 指着中巴车时来的方向 快看快看 那个是不是 哪个哪个 剩下三个男人 同时为之一振 看到缓缓时来的中巴车 季恒势力最好 看到中巴车身上的那个节目组的log 就是就是他们来了 公路里庄园还有一小节路 四个男人看到中巴车 迫不及待的跑到路边 三分钟之后 一辆黏着丈夫的新世界 节目logo的中巴车 稳稳的停在路边 车门打开 几个男人的心都紧张起来 直播间的观众也跟着紧张起来 所有人的视线都注视着车门口 期待第一个下车的人 一双白色运动鞋 首先出现在镜头 众人还没有等到 那双运动鞋的主人正式露面 突然 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家伙 就抢仙跳了下来 慢点 耶稣看着精力充沛的儿子 微笑道 第一个下车的是 引后耶稣和他的儿子 季小宝 爸爸 季小宝看到季恒 扑过去 季恒微蹲下身 把扑过来的儿子抱起来 然后走过来 拉住耶稣的手 看着特意跟剧组请假 过来陪他的娇妻 颇有一点 跟大家秀恩爱的意味 你不是说要拍戏不来的吗 耶稣瞥他一眼 是谁在电话里 以死相逼啊 说我这次要是不来啊 你回家就带着儿子 离家出走 季恒 点点点 弹幕 哈哈哈哈 以死相逼 我有画面感呀 怎么办 怎么这么懵 作为引后背后的男人 记很好心酸啊 还离家出走 我的妈呀 我十年前就不用这个借口 威胁我妈了 吴磊和王浩然的妻子 第二个第三个走出中八 两对都很甜蜜 尤其是新婚不久的吴磊 王文文夫妇 还有当着镜头的面 亲了一下 弹幕都在感叹 还是年轻人放得开 说亲就亲 另外三个男人的妻子孩子 都已经下车了 最后剩下的 只有还眼巴巴盯着车门的 孤寡老人 陆凌成了 最后这一对母子 出来的很慢 陆凌成耐心的 听着车里的动静 等啊等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 萌萌哒的渔夫帽 出现在车门口 接着 是一团矮矮肉肉 像个小蘑菇一样的 美好生物 出现在车门 弹幕啊 啪啪 啪啪 小帽子好可爱啊 啪啪来了 两岁零八个月的啪啪 没有四岁半的 季晓宝腿那么长 能够一下子跳下车 大人一抬腿 就可以上下的车门梯 对于啪啪的小短腿来说 已经十分艰难了 只见他小手扶着车门框 认认真真的伸出小短腿 试探着是否能够够到地面 但明显呀 他的小脚离地面还有一定的距离 于是啪啪收回适当的小短腿 低头看着那个高高的门槛 苏想了一下 然后缓缓的蹲了下来 孩子太小 每一个动作谨慎极了 像是慢动作 陆凌晨脸上带着笑 眼神温柔 静静地看着努力下车的儿子 没有要上去帮忙的意思 啪啪先是像个小蘑菇一样蹲下 然后又肉肉地趴了下来 他上身趴在车地上 挪着下身小短腿去够地面 果然 爬着就是比站着稳呢 啪啪小脚踩到地面 顺利自力更生地下车了 直播间的观众都为啪啪下车的这一幕 给萌疯了 卧槽怎么会有这么萌的小孩 太可爱了吧 下个台阶都这么要人命 我的血槽空了 啪啪是吃可爱的我长大的吗 求良言录临成在线教学 怎么可以生出这么可爱的小孩 啪啪妈妈爱你 不行我已经被萌得没有办法呼吸了 需要啪啪轻轻才能醒 不行不行我宣布 这哪是什么啪啪 这简直是轩辕萌炸天 哇萌炸天是什么鬼 只见啪啪下车站完后 弯下身用小胖手认真地拍了拍 刚才在地上蹭脏的衣服 又是一记暴击 直播间被蒙得哀红遍野 啪啪拍完衣服 直起身子 看到一直在对面默默看着他的陆灵成 摇摇晃晃的跑过去 爸爸 啪啪紧紧抱住陆灵成的大腿 陆灵成扶了扶儿子头顶的小帽子 然后看到跟在儿子后面 良言打着哈欠 站在车门口 他今天早上骑得很早 要照顾儿子吃早饭 洗脸 穿衣服 自己呢 要上镜还得化点妆 所以一上车就困了 一直睡到现在才醒过来 良言打完哈欠 睡眼惺忪的 看到正牵着儿子等着他的陆灵成 妈妈困了 睡觉觉 啪啪抱着陆灵成的大腿 奶声奶气的说 良言眨眨眼 逼自己清醒 正准备伸腿下台阶呀 陆灵成就突然走过来 直接圈着他的腰 把懒懒散散的良言 抱下了车 轻轻放在地上 还没从啪啪的蒙劲 缓过来的众人 突如其来好大一口狗粮 一边是贱男 顽强自己爬着车下车的儿子 一边是直接温柔的 抱下车的老婆 众人都被陆灵成的操作给震惊了 这时一旁的摄像大哥突然给了啪啪小儿一个特写 只见他站在那里 看到爸爸把妈妈抱下来 也只是愣了一下 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待遇 又立马恢复开心啊 迈着小短腿跑过去抱住两个大腿 弹幕 陆灵成啊 你儿子是冲化肺宋的吗 还有可能是垃圾桶里捡来了 真 媳妇是真爱 儿子是意外系列呀 啪啪好惨一小孩呀 冷冷的狗粮 在啪啪脸上 胡乱的拍 我也想这样被抱下来 我好酸我好酸 梁爷没睡醒的样子 也好可爱呀 我知道啪啪为什么这么甜了 每天在家里 青天青妈给吃的高糖狗粮啊 能不甜吗 陆灵成好宠哦 狗粮乱飞的一天 就这么拉开序幕了 四个妻子 先是参观了一下 各自丈夫的房子 梁爷已经在节目里 看到陆灵成的小破屋了 本以为今天来之后还是很破 走进来之后才发现 这个屋子跟陆灵成 刚入进来的时候 有了不小的变化 房间整洁明亮 东西都摆的紧紧有条 一直闪烁的电灯啊 也换成了白质灯 窗子上装了纱窗 就连床上呀 也摆了三个枕头 两个大枕头 中间有个小小的枕头 梁爷闻到屋子里有淡淡的香气 他一回头啊 原来屋子里的木桌上 还摆了两束枝子花 枝子花用减了一半的矿泉水瓶 浸泡着 瓶口白色的花朵挤得是满满当当 质朴却好看极了 花花 啪啪小手 啪在桌檐上 用小手指指着枝子花 陆灵成看了看梁爷 昨天路上啊 一个老伯家里有枝子花树 就顺便摘了 梁爷嗷了一声 现在这个陆灵成 跟昨天那个在电话里跟他说 他嵌测的男人是同一个吗 观众看着这一家三口的画面 甜到不行 哎呀 陆灵成好细心啊 还准备了花 明明是特意去给梁爷摘的 还说什么顺路 闷骚 啪啪过来 给阿姨亲亲 感觉陆灵成和梁爷结婚离婚 还像是昨天一样 一转眼啊 孩子都能下地跑了 这两人啊 能走到现在 太不容易了 祝福 啪啪在爸爸的房间里 蹦蹦跳跳了一会儿 突然站直 妈妈 我想叙叙 陆灵成一听到 儿子要吁吁 立马拉着小手 就往农庄的卫生间走 陆灵成说 我带他去 梁爷点点头 好 他在房间里 安心地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 陆灵成和儿子 都没有回来 梁爷怕儿子 是不是闹肚子了 也跟了过去 梁爷在卫生间外面 敲了敲门 在吗 进来 门突然被人打开 你们怎么这么久 梁爷一进门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突然就被人抓住手腕 按在墙上 陆灵成伸手关掉了梁爷身上的脉 这么多天的思念汇聚 刚才一直碍于尽头 现在终于可以把人圈在怀里 狠狠地亲 梁爷闻到陆灵成身上熟悉的气息 余光瞟了一眼墙角 面对着墙壁非礼物事的儿子 轻轻叹了口气 然后伸手搂住陆灵成脖子 热情地回应着 脖子以下不可描述 脖子以上现在也不可描述 他现在确信了 这确实是昨天那个在电话里 说他的那个臭男人 这 grupo臭男人 我看这个臭女的 胡云 我看这个臭男人